大家好,我是SumSum 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我对祖国和美国在未来发展的一些另类看法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美关系非常紧张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 自从美国在百多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 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要压制中国 在过去不同时期,美国会用不同方式和力度 来打压我们国家 要利用中国的时候就会轻力点 如果要摧毁我们的时候,就会很大力制裁我们中国 例如在二战之后,我们国家最穷困最惨的时间 美国就试过,好像现在制裁古巴和北韩一样制裁中国 令到我们中国人民,连基本的医疗物资都买不到 对我们十分不人道 近年,中国和平崛起 美国又再次用到最大力度来打压我们祖国 由特朗普总统开始,到现任总统拜登 他们都用到不要面,揭施底里,不扎手段 甚至是疯狂的方式来压制我们祖国 表面上,今次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是意识形态之战 但实际上,美国真正担心的是 他们能否保得着自己的世界一哥地位 不知道大家又认为,美国在将来是否还可以继续做世界霸主 控制着这个世界呢? 其实在2020年,全球已经踏入了另一个庚子年 庚子年来源于中国古人农历天干地支的纪念方法 庚子年是农历上的一个轮回,俗称一个甲子 以60年为一个周期 很多中国人都会认为庚子年不是一个好的年份 例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 英国就占领香港,之后中国也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60年后,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中国不单要作出天文数字的赔赋 还要被逼喪失多项国家主权 再过60年后,到了1960年,中国发生自然灾害和大旱灾 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引致大饥荒 全国人口减少超过一千万 接着就来到2020年,在今次的甲子年 全世界同时出现新军疫情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 今次中国的国运和上几次庚子年很不一样 在上几次庚子年中,中国也很悲惨 死了很多人,但今次完全不一样 虽然新军疫情在全球出现 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受到感染,死了很多人 但今次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国家 是我们有14亿人口的中国 就算计算香港,死亡人数至今都不够2万 而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竟然是医疗系统最发达的美国 美国人口虽然只有3亿多 但至今确诊人数已超过8700万 死亡人数就超过100万人 为了要摧毁中国 在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向中国发起贸易战 对30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又制裁多家中国企业 另外又强迫中国大量买入美国的天然气和粮食 但结果是怎样? 结果大家发现,美国自食其果 首先,由于增加的关税 大部分最后都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美国国内通胀就被推高了 另外由于俄乌战争的发生 引致全球天然气和粮食价格大幅上升 特别是天然气价格足足升了10倍 结果中国就因为被逼买入这两个东西 而赚到盆满撥满 这种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结果 事前确实是没有人会想得到的 我想告诉大家 不同国家的国运已经在改变 美国的国运开始下跌 反而中国的国运就变得越来越好 不过如果真的要讲运程、要讲国运 我们就不能不讲因的关系 中国能够有今天的成果 完全是因为之前种下的种子 都是自然的因所引致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 凭着中国人勤劳和智慧 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大领下 我们恰乎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困难 一次又一次击退西方国家 在不同方面的攻击 中国奇迹一样 由一个一窮二白的国家 重新回到世界前列位置 至于美国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 穷兵逐舞 向世界多国输出战争和动乱 引致各地生灵涂炭 大量无辜者死亡 另外美国国民也已经习惯了安日和享乐日子 不善生产、国家支出大国收入 所以在近年 美国也只能以人民指 即是借钱赌人 有一些原学家就说 由2020年的庚子年开始 到之后的六十年 世界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世界的权力中心将会转移 将会由西方转到东方 在将来的日子里面 将会由中国去领导这个世界 我本来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但当你看到过去那几十年 中国的发展 和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能力之后 你无可能会不相信 在未来那几十年 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你无可能会不相信 中国将会重新成为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我希望大家要相信我们祖国 要对中国 包括我们香港的未来要有信心 我认为只要有强大的祖国 做我们的后盾 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 是什么都不用怕 好了 我今天就和大家说了一些 我对中国和美国 在未来几十年变化的一些预测 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听你们的看法 好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在今天节目完之前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本 我最近用了两个星期 刚刚看完的书 这本书是由 桥水基金创办人 Ray Dalio 所写 书名叫做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为什么我会看这本书呢 因为我听了叶国华教授 在他50年后节目中的介绍 那他这一本书呢 是很精彩在于呢 他用过去五百年 世界的经济发展的各种数据 勾获出每一次的喜乐 那个对撞的情况 最后结果是怎样 那他这五百年说到最近呢 就是说到中美的对撞 他说到现在这次的中美的 这个对撞的情况呢 就是画一条大曲线 那条曲线是数据来的 很多数据曲线 而中国就处于这条数据曲线 的上升那个波浪那里 那顶端呢 美国就下降了下来了 他就处于向下滑的那条线那里 那即是说呢 一个中国是在上 美国是在下降下来 那这个情况呢 最近这几年就讲成 所谓东起西落的说法 那有很多的学者 经济学家就说 是不对的 不会那么清楚 谁起谁下的 但是乔水基金这位先生呢 就用大量 他这本书是四百多页的一本书 里面是属于我想是 过千张图片 去告诉全世界的人民听 他说我最主要去告诉我孙子 知道今后是怎样 我不是卖书 我只是说 他是给我们一个五十年后的大方向 你看一下Bill Gates怎么说呢 Bill Gates看完这本书 他说这本书刺激思考 超级重要的必读之书 书中列出很多事实 创造出一幅难以反驳的 惊人的图像 那很清楚的结论 五十年后 是亚洲的世界 五十年后 是中国 我处于世界第一位的状态 是十八个数据组合 计出来的结果 我愿意接受全世界的专家的挑战 我这本书所有的结论 和我的数据 因为我这本书是送给我的孙子的 我愿意接受全世界 我愿意接受全世界 我愿意接受全世界